来进行中医 目前我们都掌握了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而很多民众 现在现场的作业行动都在进行 因此不要 这些情况 其实这栋大楼除了34人的住户 而且还在刚刚 医生也已经取出了 所谓的声音探测器 要来进行国军 还有消防队 还有搜救队 都已经抵达现场来持续进行 这个维冠金融大楼 由于有17层楼高 因此很多民众 就算惊醒了 还是没有台刚在怀抱中的一笔一儿 而目前这一名小朋友 也已经目前可以看到整个画面 是这个消防队所有人员 我们看到不只是永大路 台南市东区的长东街大楼 掌握情况 其实在台南的大湾路 永大路目前已经呈现一个 因此很多民众 现在还都还受困在里头的 而以上就是我们已经淹没到了路面上 是非常的严重 而目前其实像 这承栋17层楼的大楼 就是整个东西向的也来倒塌 好主播 我们现在就二段的这个 围观金龙大楼 而且就在今天凌晨3点57分的时候 发生瑞士规模6点 希望是有医疗背景的人员 现在可以前往现场做协助工作 以及都掌握消息了 现在赶往了中央灾害一面中心 而张院长将会在7点钟 飞往灾情最严重的台南坐镇指挥 这是最新消息 另外呢 还有新北市的消防客人 还有搜救群两只 车辆四辆 前往台南市支援 现场的最新搜救群 新情况 好我们现在大家来掌握一下 现在的背景 这个倒塌 这个楼房子的 这个景色的程度 非常的严重 而且倒塌的状况 也是非常的大卖场 在今天清晨的这场地震之后 整个楼面已经坍塌了 现在分成四个工作面 来进行北面这个工作面 在画面当中可以看